最焦点都是放在新经济股身上 每天都报着科技指数 因为面世第二个星期 见字至下午点半 其实累计的升幅都7% 跑营同期说恒指还要微跌的表现 几只股份 大家的焦点 美团、爸爸、小米 大家看看会否真的纳入恒指 会不会染蓝 特别美团你见到今天都破顶 现在站在220元这些水平 而且你看看这个科技指数 因为它与纳指上周面世的时候 也有说它与纳指的相关系数相当高 似乎大家的同步走势都很近似 版面看到这几只都是比较突出 我们先选一只美团来说一说 美团的表现 纳指数 另一只会说的就是亚里 我们也会说一说 刚才你也说了一点 就是关于蚂蚁金服 蚂蚁集团 启动A加H来香港 就是做上市集资 两地的集资额可能达成300亿美元 最快是9月招股 可以超过沙特亚美 应该成为上市集资规模最大的新股 如果以它发行15%股份 上海科创版那里10% 香港这边5% 大家在想着释放价值是否真的很大 其实这个消息7月的时候已经炒过一转 当时你看到亚里的股价都凑高了 当时还没有集资规模 现在有各样的集资规模 有稍微多一点的细节给你了 你觉得对于亚里提高的股值有多大帮助呢 老实说其实提高的股值帮助就没必要太高 因为虽然整个的蚂蚁集团就很大 但是对于阿里巴巴自己来说 那百分比又不是很高的 所以就算你释放价值 上市表现非常之好 阿里巴巴都是账面上的价值 意思不算太大 不过我想是可以带动到气氛就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当蚂蚁都能够上市了 而对于整个的亚里可以说 叫做完整一点的融资市场 不需要说担心 对于蚂蚁它不够钱 要问股东去拿钱这些东西 它可以自力更新 我觉得这个气氛就反而对于阿里巴巴 会有点帮助 还有现在都还没有定价的 如果你说两边的厨定价之后 我们看到近日虽然可以一起有比较 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公司 当它说它在内地科創板的定价是怎样 那一层也有得升的 升到应该是上市之前左右 才会回到的 如果既然是股票有机会重复的话 阿里巴巴的气氛应该都有机会帮助 在定价之后股份也有得上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